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中师范大学刘星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大秦崛起下部第十集 奇获可居 大秦崛起的巅峰时代是秦始皇时代 经过有六百多年历史的秦国 这时候要变成大一统的秦朝 秦始皇时代有一个重要人物 就是吕不韦 可以说没有吕不韦就没有秦始皇 吕不韦呢 他的机关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战国策的 一种说法是实际的 战国策的说它是相当于现在荷兰的华县 华县属于荷兰北部的地区 史记里面说它是杨迪大商人 而杨迪是在荷兰的中部 也就是现在许昌市下属的 有个宇州市 华县古代属于魏国 是魏国的国都 而宇州呢 古代属于韩国 曾一度是韩国的国都 究竟是什么地方人 这本来不重要 因为吕不韦是个大商人 他经常有利于三进 也就是赵魏寒各地往来做生意 所以在各地可能都有家 一个商人的成功就在于抓住商机 抓住商机有时候是需要 极高的智慧和胆略的 那么吕不韦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有着极高的智慧和胆略 他抓住的最大的商机 不是贩卖各种其他的物质 而是抓住了一个政治投机的机会 也就是抓住了在赵国做人质的 一个秦国的王子王孙 说他是王孙 因为当时他的祖父是秦昭湘王 那是秦国历史上座位时间最长的 秦昭湘王做了56年 他的父亲是秦昭湘王的第二个儿子 这个人做国君的时候 做的时间极端极端 他是秦孝文王 那么这个王子王孙叫什么名字呢 有人说他叫紫楚 其实那不对 那个紫楚是他回到秦国之后 才有了这个名字 他原本呢 就不受人重视 因为这个时候的秦昭两国经常打仗 赵国也还处于被动的局面 所以两国是敌对形势 在这样的情况下 做人质的这个王子王孙 绝对没什么好待遇 是要车没车 要马没马 处于十分困顿的生活状态 在这样的情况下 吕不韦结识了他 他看中了 这是一个商机 他要做一个最大的风险投资 清昭湘王四十年 他的太子 后来称为道太子 悼念的道 道太子 在魏国做人质 但是呢 就死在魏国 当然不是用什么特殊情况 被人杀了什么你 他就死了 这个呢 没扯平 死了以后 又过了两年 到清昭湘王 四十二年的十二 就立他的赤子 第二个儿子 做太子 这个儿子呢 原来有风格 叫安国君 安国君原来就没想到 自己会做太子 他准备了安安心心地 就做一个公子 做到牢 做到死 所以他一辈子 没干别的事 他干一件事 就是专门的那妃子 那嫔妃 生孩子 这一生 女儿不知生多少 究竟儿子就生了二十多个 但是这二十多个儿子 没有一个是抵出的 就正妻所生的 为什么呀 因为他正妻啊 没生育能力 一个都没生 安国君 安国君在他的妃子里面 嫔妃里面 选了一个最喜欢的 把他地位正妻 称号呢 是华阳夫人 但华阳夫人很美 但就是没儿子 这么一个状况 吕不韦 做生意的人啊 叫消息临通嘛 打听清楚了 安国君有一个儿子 就是我们说到了 那个在赵国做人质的 他这个儿子啊 处于他二十多个儿子的 中间地段 母亲呢 姓夏 夏吉 但这个夏吉呢 他不受宠爱 儿子在赵国做人质 宫中没有人跟他说话 你起码宫中有一个母亲 跟他说话呀 没有 所以人们也没把他当回事儿 至于他叫个什么名字 大家也不知道 只觉得这个人行动怪怪的 所以呢 就给他一个名字啊 叫做义人 所以义人不一定是他 真的名字 就人们叫他 叫义人 这是因为是个义人吧 这个吕不韦乔中了 他认为 这是奇获可居 由此产生了一个成语 奇获可居 因为它是一个 潜力股 在赵国 不受人重视的一个质子 但是如果呢 他回到秦国 能够当上太子 还能够做上秦王 那个前途 就不可估量 吕不韦回到家里呀 就问他父亲 他说 农田耕作 可以获得几倍的利润 他父亲说 十倍 他又问父亲 犯珍宝 做珍宝生意 珠宝生意 可以获几倍的利润呢 父亲说 百倍 吕不韦说 如果立一个国王呢 他父亲说 那无数 要多少有多少 不可估量 所以吕不韦就想啊 不管怎么 辛辛苦苦的种地 不管你怎么 辛辛苦苦的做生意 但是啊 你只能够混个肚子饱 没有剩余的 没有多余的衣服 没有多余的食品 做生意强点 但是也没有地位 因为在先情时代 重农一商 重本一末 商人是没有地位的 但是现在如果立一个王 那会是什么情形呢 富贵起来 可以流传个后世 我为什么不干呢 所以他决定 我要做最大的风险投资 就抓住这个艺人 我在他身上投资 在百家讲坛的微信平台上 一位名叫松山的网友问道 吕不韦和秦王正 在私下里关系怎么样 秦王赵正 从十三岁即位 到二十二岁清正 这个中间 他是受着管束的 他头上总有一个吕不韦 说话才算数 所以长期痛恨吕不韦 要说私下关系怎么样 一个字恨 恨死他 父亲的回答 让吕不韦下决心 来一场豪赌 那么他将如何开展 自己的政治投资计划 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商人 他又能否凭借自己 过人的商业头脑 与精妙的政治谋划 获得一人的信任 开启通往权力巅峰的大门 怎么投资 因为吕不韦知道 这个华阳夫人没儿子 但是最受安国军宠爱 而安国军已经是继任的太子 再说前面的秦昭湘王 做了五十多年的位了 他恐怕也不久了 秦昭湘王一死 就是安国军即位 安国军五十大级的老太子 又能坐几天位呢 而安国军最喜欢华阳夫人 华阳夫人没有儿子 这些都给吕不韦留下了 他投资的那个路径 于是呢 他首先就要掌控这个义人 找到义人到家里拜访 就说了 义人兄弟啊 我可要给你帮你光大门庭啊 光大门庭啊 这义人啊笑笑说 您还是先光大你自己的门庭吧 因为义人不管怎么说 我的门庭那就是秦国 只是我自己没地位 你有什么本事呢 你还是光大自己的门庭吧 你不问你说 我的门庭是要光大 必须先光大您的门庭 我的门庭才能光大 而这个时候的义人呢 正需要有人投资 所以要招商引资才行 一天吕不韦的话 但我的门庭光大 他的门庭才能光大 话中有话 于是坐下来深谈 那吕不韦就分析形势了 说您父亲居为太子 但是您父亲的儿子 也就是你的兄弟们呢 二十多个 您排在中间 您的上面年龄比你大的 占优势 还有呢 年龄小的 他们也有优势 为什么呀 因为他们早早晚晚 就在太子身边 总是能被太子看见 您是最不占优势的 有个母亲跟你说话也好啊 您母亲不受重拥 所以说不上话 所以您现在呀 形势是大大的不利呀 这个义人说啊 情况就是您说的这样 我就为这个着急 但是我实在没办法 吕不韦说 办法有 只一条道 咱们一起走 你要知道 华阳夫人 是现在的太子 最宠爱的夫人 把她立为正妻 她就是嫡夫人 嫡夫人没儿子 谁能够得到 华阳夫人的青睐 当作亲生儿子 那么谁 就是未来的太子 所以关键 所以关键的关键 就在华阳夫人 现在呀 我虽然不是很富有 我愿意拿出 一千金黄金 来为你铺平道路 因为你现在贫困啊 你想孝敬你父亲太子 孝敬谁 你也拿出什么东西来 我虽然不是很富有 我拿一千金黄金 还是可以的 拿出来 一半就给你呀 去活动 做活动经费 另外就去结交天下兵戈 甚至于结交诸侯 把你的名气弄起来 是炒得越大越好 影响越大越好 那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那么我带着另一部分钱 就要吸引秦国 到秦国去呀 活动 我的活动 那当然 首席要打通 你通往太子的这一条路 这样商定之后 马上行动 吕不韦在和艺人的交往中 又来了那么一段查局 就是 艺人在吕不韦家饮酒 这喝着喝着酒吧 有一个舞女出来陪酒 艺人一看 就喜欢上了 喜欢上了 马上站起来 跟吕不韦敬酒 你为我做出这么大付出 干脆把这一美女 送给我算了 这吕不韦一天就反了 大路 说这艺人啊 要求太过分了 跟你铺平政治道路 你还要我的美女 但一想呢 已经给他花了这么多钱 全都投上了 一个美女算啥呢 给他了 这段查局 就叫做呢 不韦献鸡 吕不韦献一个美鸡 但是这个查局里面就说了 说吕不韦和这个美女之间呢 已经发生关系 美女怀孕了 但是这美女怀孕之后 嫁个一人 他没说 最后呢 剩下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 因为他是 秦昭湘王 四十八年 曾月出生的 曾月出生 原来那个曾月叫正月啊 他这个月出生的 就叫赵正 于是赵姬 被献给了 一人 既自立有身 自大鸡时 生子正 当然很多人就在这里做文章了 大鸡是什么鸡 鸡要读住鸡 怎么叫大鸡 是一年呢 是十个月呢 还是多长时间 然后呢 就讨论了 这个正 他究竟是不是 吕不韦的儿子 究竟是吕不韦的儿子 还是秦义人的儿子 这样来判断 秦始皇 是不是秦王室的正宗血统 假不假 为这事儿呢 不往今来 都有讨论 其实我觉得 真论这个 它的意义不是很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 在讨论这个秦始皇的时候 要看的本质 不是他的血统 血缘 是不是秦王室的正宗 我们要看的是 他有没有秦人的血性 这个血性很重要 他不仅仅只是秦人的血性 他也是整个华夏民族的血性 即或是你考证出来 秦王阵啊 他就是正宗的 秦王室的 银姓肇事血统 但如果这个秦王阵 是个懦弱的皇帝 一个颤头 一个懦夫 又不能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 你想想你证明了 他是正宗 王室血统 那又有什么用呢 没用 如果你证实了 他不是秦王室的血统 但是秦始皇 援析了整个秦代历代国君 一统天下的这个计划 你想想 这样有作为的君主 他一定要是秦王室的血统 那才好吗 所以说 研究这个问题 他意义不大 再说了 司马迁一部史记里两种记载 秦始皇本记里面 说得清清楚楚 秦王阵就是秦 庄乡王 也就是义人的儿子 这说得很清楚的 交代他出生的时间 也就是在秦始皇本记里面 交代很清楚 而吕波伟列传里面 写出这门故事来 就产生个问题 当本记里和列传里 写得不一样的时候 说哪个可信呢 有的学者认为 说这样的情况下 本记可信 列传不可信 这有什么根据呢 本记是正宗的 编年史 是大纲 而很多列传之所以写得好呢 它有很多奇异的故事 参柔于其中 不法小说因素 不法虚构的成分 所以我们读史记 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读 为什么呀 因为史记里有很多 文学的成分 小说的因素 这些在本记里边 这个编年史里边 不便记载 那是严肃的 所以在列传里边 倒是可以写进去 增加它的奇异的色彩 辽元儒业提示您 精彩继续 吕不韦将如何谋划 才能帮助艺人 夺得秦国的太子之位 秦国的权贵 又是否会听信于 一个商人的劝谏 百家讲坛 精彩继续 与秦艺人顺利结盟 是吕不韦这场 政治投资计划的 第一步 接下来 他就要开始 谋划艺人的太子之位 此时他抓住了 这场投资计划的 关键性人物 华阳夫人 那么吕不韦究竟要如何做 才能攀上这位皇室权贵 而这位恩宠正盛的 华阳夫人 又会听进去 一个商人的劝说呢 吕不韦现在掌控了 艺人就要进行 自己的活动 到秦国去活动 当然以他一个商人的身份 就不可能直接面见太子 就是安国君 见不到 也不可能直接去见 华阳夫人 他也见不到 但是华阳夫人呢 他有一个弟弟 有一个姐姐 这个呢 却凭着吕不韦有钱 他是可以见到的 所以他先见到了 华阳夫人的弟弟 刘伟对华阳夫人 弟弟说话 就采取了一种方式 恐吓 恐吓他 怎么恐吓 太头就危言耸听 他说啊 您在秦国为官 靠的是您姐姐 得宠 但是您手下 您的门客 都是 有钱 有权 有势 还在朝廷做官了 你培植私人势力 你看看太子呢 太子门下 没有什么 达官 这高官 什么什么 有权势的人 一个都没有 您超过太子了 这对您来说 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你想想 老国君去世了 太子就要 做国君 太子一做国君 他深知力 培养自己的势力 你用您的好骨子吃吗 所以您危险了 基本上就是一个死罪啊 你还不知道啊 这一下真把那个 华耀夫人的弟弟 也就是杨全军 被瞎蒙了 正当这个杨全军 被瞎蒙了 这个时候 说 我该怎么办 吕不韦说 我当然有一计 贡献给你 看你做不做 安全军说 只要有计啊 您既然给我点破了 我的危险 哪又没有一个解的办法呢 席而恭听 刘伟说 刚国君被立为太子 不久以后就是国君 但是 在他的二十多个儿子里面 有个公子希 很有可能 被立为他的太子 那么紫希 一旦立为太子 将来又作为国君 你想想 不宜子贵 他的母亲 那就掌权了 就说话算数了 这个时候 您想想 您的姐姐 您本人 在想 有所作为 还有可能吗 到十二 是华阳夫人 门庭冷落 无人问津 你想想 那个十二 你就是想 向太子 敬献忠心 有可能吗 没有 但是我告诉你 在赵国 做人质的 那位公子 下级的儿子 他现在 穷穷潦倒 但是他德才兼备 而且在诸侯中 影响很大 所以这样一个人 就缺少 宫中 给他说话的人 但母亲 不能跟他说话 那么如果是 华阳夫人 收他为子 建议立他 做太子 这样一来 会形成什么情况呢 他的一位太子 会感恩戴德 一旦他今后 继位 继承大统 做了国王 那么 华阳夫人的地位 就可以保住了 杨逊就是说 您输得太好了 马上 我邀上我姐 进去跟华阳夫人说 得把那个 义人 落回秦国 把他变成 我姐姐的儿子 这个事 抓得越紧越好 这还不够 还得去游说 华阳夫人的姐姐 对华阳夫人的姐姐 这吕不韦啊 他就不是 恐吓威胁了 这个事呢 就委婉动情 去打动他 去指明利害 刘伯伟把他带来的 很多珍宝 就通过华阳夫人的姐姐 转送个华阳夫人 然后让华阳夫人 在党国局面前 不经意地 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先就要说 他们秦国 你有个儿子 在赵国做人质 那是德才兼备 诸侯 宾客 都推崇他 这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孩子了 先要夸赞一番 然后呢 他要继一步地 对安国军 说 臣妾 我有幸得到您的宠爱 有了今天 但是 非常遗憾的是 我没儿子 说着哭起来 抽抽气息地哭起来 没儿子 所以以后的前途 何在啊 非常渺茫 所以请求你 能不能够把义人召回来 我当做自己的儿子对待他 把他认作我的儿子来对待 那么今后呢 我也好 有了个依靠 这个太子安国军 对华阳夫人是言听计从的 竟然说话说到这个份上 所以啊 就专门刻他应息 认义人 做这个华阳夫人的儿子 值得把这个义人 从赵国来 给弄回秦国 从南昌起的第一声枪响 到井冈山上的新兴之火 从万里长征的浴火重生 到永渡大江的百万雄狮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 出现的唯一一只 能够救民于水火 救国于威王的人民武装 究竟是如何成长和壮大的 百家讲坛特别奉献系列节目 建军大业 近期播出 敬请关注 作为楚国人的李斯 他是怎样在秦国站稳脚跟 李斯又是怎样辅佐秦王 灭掉六国的呢 百家讲坛 精彩继续 百家讲坛的微信平台上 有网友留言提出 烙尔是谁 他最终的结局如何呢 烙尔是秦始皇的母亲太后的情人 还和太后生了两个孩子 最终呢 他发动叛乱 秦王赵振 毫不留情的 粉碎的闹外的叛乱 对他处以极刑 车裂而死 无马分尸 在吕不韦的帮助之下 义人终于如愿以偿 成为了华阳夫人的儿子 然而此时 他仍被困于赵国 那么赵国会甘心 将这位秦国质子 遣送回去吗 在风云变换的政局面前 吕不韦要怎样做 才能出奇制胜 帮助义人回归秦国 从而完成这场政治投资的最后一步呢 请继续收看 奇货可居 怎么弄回来呢 这又有两种版本了 也就是说 战国册和史记的记载呢 不太一样 按照史记 吕不韦列传的说法 是秦国派出一个老将王和 去攻打赵国 那么赵国要抵抗 同时呢 就要杀那个秦义人杀侄子 吕不韦出了六百金黄金 买通了守官的军官 把义人送出去了 然后逃到秦军大英 顺利地回到了秦国 这很简单 战国册这个版本里面 说法不同 说是吕不韦直接找到赵王 跟他讲明厉害关系 他说现在勤强赵若 而这个义人呢 已经被华阳夫人收尾儿子 当做亲生儿子了 将来就是继承太子 继承大统的一个对象 那么现在 如果说我们赵国 把这个质子扣留在手里 秦国要灭赵国的话 哪会在乎一个 什么做人质的公子呢 这公子多的是 你太子那个人群也多的是 不在乎 所以您拿在手里的仁质 空的 一点用也没有 但是由于这个质子 已经被立为 华阳夫人和 安国军的太子 那么 如果 赵国现在 对他加以礼遇 送仲礼 把他隆重地 送回秦国 什么情形 这就 以德相交 那么他回到秦国之后 一路回到秦国之后 一定不会忘德 报答赵国 那么赵国呢 就会免受秦国的欺辱 乃至于大兵雅进 所以你 考虑一下 是拿一个空的人质 好呢 还是说 和秦国 结尾友好 好呢 也就是未来的友好 在义人身上下功夫 赵王认为 您的后一个主意好 咱们现在把义人的 隆重地 把他送回去 两个方法不同 结果是一样 义人 又回到了秦国 这回秦国之后啊 如何 见这个华阳夫人啊 吕不韦又出嘴了 说 这个义人啊 可别穿平常的衣服 要穿楚服 楚国的服装 楚服高官啊 为什么要穿楚服呢 因为华阳夫人 是楚人 就和过去啊 我们说的 秦宣太后一样 也就是 所谓密巴子 一样 楚国人 楚国人对楚国家乡 是有感情的 你要穿上一身 楚国人的衣服 去见得 什么情形 这一见之下呀 欢迎夫人开口了 哎呀 这孩子太可爱了 我就楚国人 就喜欢看这衣服 改个名吧 叫什么艺人啊 叫紫楚 现在才把它叫做紫楚了 把它认为自己的孩子 当做亲儿子一样的对待 清朝相往五十六年 终于 去世了 太子安国军即位 首先要守孝要办丧事啊 什么事情都办完了 来做国王 仅仅做了三天 也去世了 所以在史书上记载 他是一年 在位时间一年 实际上呢 只有三天 安国军去世吧 立马就轮到谁 也就是过去的艺人 现在的紫楚 身份有始太子 就自然的 他就做了秦国的国王 他的父亲 是秦孝文王 他就是秦庄相王 和他那个祖父区别 祖父是秦昭相王 他是秦庄相王 简称秦庄王 秦庄王在位的时间又不长 只有三年 就去世了 所以呢 那个赵震 也就是秦庄相王 义人和赵姬生的那个儿子 还是个小孩子 就登上了秦王的王位 刘伟在这一事件中 他当然是立了大功 他的功劳 有三件 也可以说三个一 一个一 是立了一个国王 其实立的是两代国王 因为他立了一个秦庄相王 是他帮助立起来的 那么后来的秦王赵镇 又顺势地成了秦王 这是一件事 立了一国王 第二件事呢 他还灭了一国家 这个国家虽然小 虽然弱 但是他非常重要 也就是东周 在秦义人 也就是秦庄相王 即位的那一年 这个东周啊 是天子的后裔 就称秦国 这么个混乱时机 就联合诸侯各国 来合纵孤秦 这一次呢 秦庄相王 立马派 吕不韦做大将 带了十万兵马 去罚周 灭周 过去去屈服周 那是有的 但准备至于把它灭掉 这个周虽然已经小到 不如一般诸侯 但是仍然是周天子的后裔 只有这个东周灭亡了 才意味着 标志着 整个周王朝的彻底覆灭 所以他做了第二件事呢 灭了一个国 赖黑夸大地说 灭了一个朝代 第三件事呢 是主编了一本书 这本书就叫做《吕氏春秋》 因为他的门壳里面 朱子白家的人都有啊 这样一来 把众多的思想 集中在一部书里 说的不好听是个大杂烩 说的好听呢 这就是随着政治上的统一 首先要统一思想 把朱子白家的思想 和调节 融合到一起 到秦王郑十年 吕氏 因为闹癌的政治事件 他被免相了 但是吕亏的影响太大了 很多宾客都舍不得离开 很多人还在找他 这个影响大了 所以秦王郑决定 他必须死 他必须得死 这也是秦国历代国君的一个传统 你想想 商阳那么得秦孝公的重用 秦桧文王一上台 把他五马分尸 张仪那么得秦桧文王的重用 秦桧王一上台 把张仪给赶走了 那么下面的秦昭湘王 用范遂 也绝对不会再找了 张仪肃情之流 而范遂呢 还没做到头 也被废弃了 李不韦几乎没犯别的错误 他也该停止了 因为他不属于 秦王正时代的人 他是他父亲时代的人 他必须得走 最终秦王正让他自杀了 逼迫李不韦自杀了 李不韦一生中 主观上追求个人的公民富贵 做极大风险的投资 客观上为鼎盛时期的大秦 做出了特别的贡献 但是他并没有 帮助秦始皇统一天下 因为他都不知道这个秦王 在十五年之后 被称为秦始皇 这一点你没看到 可能也根本没想到 同样主观上 为求个人的公民富贵 而客观上 为大秦决习 做出贡献的 帮助秦王正 即秦始皇 完成统一天下的 是另有其人 请关注下集 谢谢 我们下集团的 我们下集团的 订阅 非常感谢 我们下集团的